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A是實數啦 滿足這個不等式 那麼它問說A它的範圍為何 也就A的範圍是哪裡的話 可以讓它滿足這個不等式 它是怎麼做 我們現在分段討論 我們把這個零點找出來 這個等於零,這個等於零,這個等於零的 那些點把它找出來 這個的話可以把2抽出來 2抽出來以後 這是A減掉2分之3 所以它零點就是在2分之3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討論 負2 這個等於零的話,A就等於負2 再來是2分之3 我們把它分成4段來討論 第一段 就是A它是小於等於負2的話 如果A它是小於等於負2的話 這個通通是負的 你把它去絕對值 要加5號 也就是說 加5號以後就是負2A 加3 減A加5 這個小於等於多少呢 負A減2 讓我們看看範圍在哪裡 這裡有3A移過來 變2A 把這個移過去 3加5的話 是8 8加2是10 10小於等於多少呢 3嘛 這個別掉 所以是2A 就3-1 3-1等於2 那這樣的話 A它就大於等於多少呢 大於等於5 也就是說 在這個範圍裡面 解出來的話 A是大於等於5 所以這是5解 因為我們是在這個範圍討論 解出來的範圍在這裡 所以是沒有交解 所以無解 再來我們看 第二個區域 第二個區域 就是這個AR 它是小於等於2分之3 大於多少呢 大於這個負2 這樣子的話 這個是負的 去絕對值的話 M 沒有這個是正的 其他的話 都是負的 這個比O是3小 所以是負的 其他都是負的 只有這個正的 那這樣的話 就是負2A 加3 減A R加5 小A等於多少 這個大於2 大於負2的話 這個是正的 A加2 A等於2分之3 我們在這個範圍討論裡面 A有2分之3 解出來 2分之3的話 2分之3的話 帶進去 滿足這個不等4 也就A等於2分之3 這兩個要取交集就對了 要滿足這個解 同時也要滿足這個範圍 要取交集 所以就1個解 所以就1個解 我們看來 第三段 第三段的話 A 它是小於等於5 大於2分之3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是正的 這負的 這正的 就2A A-3 缶A加5 小於等於A加2 那這樣子的話 這也是A 所以通通消掉 通消掉來說 得到… 得到… 這是2 2 小於等於2 這個很情依 ası 這個 所以A,這個解是x,A屬於x,A屬於r,為橫乘立 這個不等式橫乘立 在這個範圍中,這個範圍裡面的每個數,帶進去,這個不等式都會成立 所以他得到什麼呢? 這個換位就是 2分之3 小於a 小於等5 這是他的解 我們看 第四段 第四段就是 a 大於5 在這裡 A如果大於5的話,全部都是正的 那就是 2a 減3 加a 小於等A加2 去掉一個 去掉一個 結果就是 2a 2a 小於等多少 小於等10 這是8 也就是說 A 要小於等5 A要小於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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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無解 這個跟這個沒有交集 這個沒有交集 解算的換位在這裡 但是 解算的換位在這裡 但是 我們是在這個範圍裡面討論的 我們是在大於等5 上面討論的 結果解出來變成在這裡 所以的話 這個的話 就不滿足我們的條件 所以就無解 所以我們解出來就是這些解 那這些解的話 這個也成立 所以取連幾 A 它是小於等於多少 小於等於5 小於等於5 大於等於多少 大於等於25 是3 這個也就是答案